來看看是這個副總統 但今天是宣布了這個 是歡迎政府已經被提名人的名單 是這個許中立跟蔡總頓 已經有五個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許中立要去不去做過大法官 這次來宰臨 有哪兒他們去那是不是有違憲的這期 許中立是強調說 她大法官已經下了五年 所以沒有違憲的故事 所歡迎政府已經被提名人 許中立跟蔡總頓 已經過去大法官被提名人 黃昭源 黃瑞銘 許志雄 張崇文和蔡森林 騙幾次有等於大法官 先前受到這次的副總統 男憑人一意向我解釋 許中立先生是 台灣大學法律區的教授 承認大法官 蔡總頓先生為最高法院的法官 承認法官協會理事長 兩位的搭檔是學術跟實務的堅強組合 司法一定被提名人 許中立不正式待大 科學政學法律研究所 教授主要專領時 憲法和行政法 過期不斷進 4月大法官 經期許法 政修條問題5條 大法官不可以連進 許中立這一次 在任大法官變成 斷進4月中 因其違憲的這期 許中立強調沒有違憲 那麼我個人從100年9月卸任大法官到現在已經將近5年 考量既不是連任 在任間隔也已經超過4年 並沒有違憲的疑慮 不過雖然因為我個人感到沮喪呢 並沒有影響我對我的在任並沒有違憲的確信 如果大家無論如何 一定要禁止再任 那麼我的建立 就是修憲法 面對外界這期 市中立廟時 董事名主委 散打立立法官憲宿董事監事 立法官也會當時請示範 討論到法官在任 感謝委員的問題 對未來思法改革 市中立希望推動民眾參選 法官和民眾對法律見解不差 記者綜合報道